风波过后是精彩,王一博好事多磨,备受瞩目的实力受业界关注 岛屿,王一博果然是好事发生以前,必然饱受一顿停空而来的黑席 最近的风波不断,着实让太多的人吃瓜都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 围绕王一博的事情,更是让人揪心了一把 但是还是那句话,好事多磨,总会有好的消息传来的 这就是王一博身上特殊的存在吧 饭圈的各种混乱不安,王一博身陷其中,也是把饭圈推上了风口浪尖 他的宣发第一时间发布倡议书,呼吁理性追星,树立良好的追星风气 这是多次呼吁后的再度发生,希望真正喜欢王一博的人,恪守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要在是非不明之中参与其中,为自己的言语负责 从来都很欣赏王一博的做事风格,干脆直接,从未遮遮掩掩,争取引导粉丝做正向,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表态是应对最近的风波问题,给予了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态度,自然也会招来太多人的诟病 毕竟王一博的粉丝数量庞大,人云亦云,路人更是随波逐流 有个一个明确的态度,自然就会有粉丝的呼应,这才是树立良好追星的风气 风波过后呢,我们必然是迎来了好事,分享给大家 是希望让更多有能量的东西给予心灵上的慰藉,不能负面情绪影响太久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,毕竟生活需要积极向上的 首先呢,王一博最近官宣了代言香飘飘之后呢,迎来了一波好的风评跟好的回报 数据显示王一博官宣成为品牌代言人后,两天代言贡献热度指数达92.20 超过7月同类代言平均水平71.34,以及7月所有新增代言的平均水平66.18 同时品牌在官宣后所获得的声量有94.08%来自于王一博 这个数据的出现,为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的提升,着实带来了一个好的势头 都说有王一博的出现,就没有上去的销量,毕竟王一博的人气是史无前例的抗打 这话说的让人多人听了,感觉,有点被酸到,但是数据面前,也是不能狡辩的吧 除此之外呢,随着街舞的热播,王一博的关注度再度提升 这个时候呢,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啊,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在众多的舞者中,他们对于王一博的认可,跟评价都给予了很真实重肯回应 街舞对于王一博而言,是他所热爱的事情,他有在一直努力提升中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,更是他证明自己的存在 来自街舞圈的大神,无论是步步,还是Aki的评价,都给予了一个词,勤奋,努力 王一博好学的同时,还很努力,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这次让王一博嗷嗷叫的舞者Aki,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对王一博的认识 首先呢,Aki说之前看过王一博跳hiphop挺不错 这次没想到他的locking跟popping都跳得不错 同时他分享了,本以为王一博是个很冷的人,没想到真正接触下来很有善,而且还有点小可爱哦 嗨,王一博的反差萌,都是好多人在接触后,对他最大的改观,曾经以为是个王者,现在觉得是个小可爱而已 说来也奇怪,有些人给人有距离感,但是实际上接触下来,人家不过是外壳保护,内在却是另外一个模样 好了,更多的好事,陆续上映哦,王一博好事多磨,但是精彩永远在后面